继羽球一哥李宗伟之后 我国又有运动健将健康出问题了 这次羽球棍霜 陈炳顺亲自的拍影片 宣布自己面瘫 影响了比赛 令他和搭档吞下三连败的同时 他也提到会积极的接受治疗 其实不少人知道消息之后 心疼之余也觉得很震惊 面瘫是一种怎么样的疾病 竟然连运动好手也抵抗不了 关主播什么事 不关我的事是关我们的事 说起面瘫这件事 除了羽球混霜陈炳顺之外 几年前台湾有名的主持人 蔡康永就曾经因为面瘫 一度要戴面具来主持节目 歌手关安娜也有过右边的脸面瘫 睡觉的时候右眼合不上 要停工休息一个月的例子 那面瘫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病症 什么人会容易被面瘫侵袭呢 如果一知半解的话 会不会哪一天也关我们的事呢 什么是面瘫 面瘫基本上分为两大类 第一是中枢性的面瘫 是由脑梗塞啊脑出血等等的情况所引起的 第二呢是贝尔氏面瘫 其实大部分70%的面瘫都属于贝尔氏面瘫 之所以叫贝尔氏 原因就是发现这个病症的人呢 他的名字就叫做贝尔查尔斯贝尔 Sir Charles Bell 他从19世纪初就在钻研颜面神经麻痹 一般认为贝尔氏面瘫就是因为病毒或者细菌感染造成神经水肿 发炎及轻微出血而受损 除此之外压力大休息不足也是导致面瘫的原因之一 那有的病人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他只是伤风了感冒了 可是过后却换上贝尔氏面瘫 很大可能就是因为患者的免疫力下降 让病毒有机可乘 面瘫跟中风有关系吗 其实很多人都很担心这一点那告诉你如果是属于中枢性面瘫 也就是因为脑出血所引发的话那面瘫有可能和中风有关 但如果医生诊断说是属于贝尔氏面瘫的话那就跟中风没有太大关系 面瘫有些什么样的病症呢 目前所知面瘫主要是第七条神经线受损 以至面部肌肉短暂性的不受控 所以首先患者的口水会不受控的从嘴角流出来 脸部的活动力也会变得迟钝 嘴巴总会歪向某一边 口齿不清啦或者是眼睛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闭上等等 由于面瘫大部分都发生在半边脸 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半边脸活动不顺畅 或者有明显的口齿不清流口水的情况的话 就应该要及早求医了 面瘫可以医的好吗 治的好吗 好消息是是OK的 大多数贝尔氏面瘫患者在服用肋固醇 大概一到两个月之后就能痊愈了 针灸按摩等等也都可以增加康复的机会 只有少部分患者会有后遗症 因为第七条神经线除了掌管脸部的运动神经之外 也包括部分的味觉神经、内线神经 所以有的患者会出现味觉受损的情况 又或者大笑的时候眼角跳动 吃东西的时候会流眼泪 这些都需要多加注意哦 关注播什么事 最后再温馨提醒 贝尔氏面瘫虽然没有特别的预防方法 但是大部分的医学专家都建议 多点休息、放松心情、释放压力 都是增加身体免疫能力 去对抗这个病症的不二法门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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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